天中後來關心整個週末假期 馬上就跨年了 天氣如何 先來關心一下目前實際的天氣 好來看到北部地區 現在19度往南走 天氣差不多18到19度 這兩天溫度來說滿舒服的 今天清晨最低溫出現在 新屋還有淡水地區17.1度 其實早晚還是有點偏涼 那白天太陽露點的時候 溫度就會持續的回升 提醒您早上有關 還是記得多加進衣服 再來透過雲圖來關心一下 在今天在華南中層的水氣影響 所以東半部地區來說 稍微還是水氣多一點 比較容易降雨 在東半部的民眾提醒您出門 記得帶把傘 像是早上在東北部 雨勢就滿大的 至於在北部地區 今天也會有些局部的雨 中南部地區還是維持一個 是晴到多雲太陽露點的好天氣 所以其實中南部來說 白天太陽露點溫度就滿高的 但是剛才提到了 在迎風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今天稍微有點水氣 雖然不是太明顯 但是部分地區還是有局部的大雨 包含了像是宜花地區 那這個降雨的情形 到了明天的下半天 還會更加明顯 因為明天在冷空氣前 有水氣帶進來 所以在禮拜六的下半天開始 水氣增加了 包含了北部 東半部地區 不過還好到禮拜天 要跨年的時候 這時候冷空氣帶下來 轉為乾冷的情形 所以在跨年這一天 雨停了 但是溫度會明顯下降 大家要注意保暖 好 來看一下 目前整個天影狀況 你可以看到雨區的預測部分 在今天白天其實整個東半部來說 特別明顯還是在東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今天會有這樣的情形 到了晚上到明天清晨 你可以看到雨還是持續 甚至雨還來得大一些 水氣更多一些 所以整個東北部地區的民眾 還是注意一下 替雨露滑小心 交通安全 據說今天的天氣 其實白天算是滿舒適的 一個天氣形態 北部地區17到24度 中南部地區有機會來到25 6度 在南部地區太陽露滴的時候 你中午感覺可能還有點熱 但是日夜溫差10度以上 再來看到東半部地區 水氣也是偏多的 在東北部有短暫雨情形 東半部地區會下雨 當中在宜蘭地區 早上雨有點明顯 在下半天還是有機會 外島的澎湖 金門 馬祖 通通都是穩定的天氣 晴稻多運好天氣 至於說空氣品質也要關心一下 在幾天 連續幾天空氣品質 不太理想 今天比起昨天稍微好一點 今天紅色警戒 只有上到金門地區 其他地區包含了中南部地區 還有整個竹東地區 今天還是橘色提醒 所以包含了整個中南部地區 如果說你今天出門 你比較容易過敏 或是容易呼吸到有疾病 觀眾朋友提醒您戴個口罩 會比較好一些 因為在中南部的 還有金門地區空氣品質 還是有點糟糕 再來看到氣象庭看廳 提供給大家了 今天水氣少一些 天氣穩定 但是東半部已經豐勉還是有雨 今天溫差比較大 白天滿舒服的 到了明天注意了 明天水氣增加 所以明天教育情形會更加明顯 不過到了跨年夜這一天 轉為乾淨的情形 注意的話就是保暖溝座 一定得做好的提供給您